哈喽,大家好,是贱人说人话的贱人哥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用黄金圈法则来愿景沟通 黄金圈法则是由赛门·西奈克在TED演讲时 所提出来的一种愿景结构 他认为在沟通表达的时候 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路径是 先说为什么,然后怎么做 最后才是做什么 我们先来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做这个 2015年10月24日,脸书的创办人 马克·佐克伯在北京清华大学演讲 开场他就对学生说 许多人会告诉你怎么创立企业 但我今天不想谈怎么去创立 而是为什么要创立 马克认为在2004年以前 互联网上有许多的网站 我们几乎可以在网路上找到任何的东西 但却没有一个网络 是帮助我们找到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 那就是人与人的连结 所以他说他创立Facebook 不是只为了创业而已 而是想要把人们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脸书的为什么 其次我们来谈怎么做 当你能够说清楚为什么的时候 怎么做这件事情就会相对简单 只要阐述我们打算怎么做这件事情 客户要如何使用你的服务就可以了 马克说他常常思想一个问题 那就是像微软或谷歌这样的大公司 为什么没有开发出 类似脸书这样的产品 是不是这些公司打从心底就在想 社交媒体不会赚钱 既然不会赚钱 他自己也只是一个大学生 没有太多的资源 干脆就从学生的连结开始好了 所以他开始找室友写程式 最终发展出 可以让人们在网路上互动的社交软体 最后我们来谈做什么 虽然脸书刚推出的时候 只是一个服务哈佛学生的产品 但是马克说 他常常在思想 他还可以做什么 后来脸书开放给其他学校的学生使用 之后向下延伸到高中生 慢慢再开放给企业 最终只要年满13岁 并拥有一个有效电子邮件的人 都可以申请脸书的服务 最后创造出地表最大的互联网社群 马克·佐克伯还说 虽然运用社交媒体 连接人们很重要 脸书也达成了目标 但世界上还是有三分之二的人 没有互联网 没有办法使用他们的产品 所以他们必须去扩大互联网 他们让那些没有钱上互联网的人 可以用免费的方式来上 他们让没有用过电脑的人 也能有机会使用电脑 为了要做这些事情 马克·佐克伯跟董事会说 这个专案要花10亿美元 董事会只问他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赚钱呢 马克回答说 我不知道怎么赚钱 但我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连接人 是我们的使命 永远不忘为什么而做 就会有始有终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用语言来感召大家 可以试试黄金圈法则 从为什么开始说 然后怎么做 最后再说做什么 这样就能让我们的愿景沟通 更有说服力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请大家帮我把影片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是剑人哥 我们下次见